欢迎回到英雄联邦职业联赛比赛现场 在M3跟SNAKE第一局的交锋之中 M3取得了胜利 那这一场依旧是一个MVP 非常纠结 不知道要给谁的一个状态 那最后来说的话呢 主要还是因为辅助 能够有出台的表现的机会不是很多 这边是考量到这个莫甘娜这一场确实打得很好 来给他一个MVP 那事实上不管是泽拉斯或者是芒森 这一场的表现都非常的精彩 依旧是一个非常犹豫的状态 那我觉得开春到现在的比赛 感觉今天所有的比赛到目前打三局 全都是冷门的解决 是 今天的比赛好像都是 一个积分下游的队伍 对着一个中游的队伍 是战胜了他们 对 而且现在应该说Snake最多也只是打过平局 现在面对M3是已经一副在手了 难道M3这边是过完一个新年之后能够拿到Snake的 就过年回家 首个战胜他们的这个位置吗 过年回家见了一趟爸妈 然后爸妈就问说这个职业联赛打的怎么样 你过年回家见了爸妈 然后就发奔图强了 应该过年回家吃的比较好 吃太好了 吃吃的有点太好了 大家都有点发福 应该来试试 我很严重我知道 好 那么马上要接下来进行他们BO2的第二局对决 那取得了一胜之后M3这边 不管是心态事迹上应该都蛮不错 对能够打得更开一点 而且就第一局像EP的打法来说的话 第二局可能会选一些类似的阵型 然后来因为刚才打的手感 这个阵型应该要怎么样做 我们都已经实际操作一次的感觉 正正 再选一个类似的阵型来发挥 应该是不错的 反而是Snake要考虑辩证的问题 但是这场其实也就像之前我们说过的M3 要怎么战胜Snake 就是前中期靠打野和辅助 就这么把节奏给打开 同时上单的话支援大招放的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让他们在前中期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 让对面Snake这个非常强的团战阵容是 等不到正规团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溃败了 主要是第一个正式的团战小龙团 那个时候Snake拿完了小龙 是想要走掉并不想打的 然后被纳尔的一个精彩的传送 后方推墙秒杀 下路双人 所以那一波之后就Snake没有什么机会 去打一个他想要的正面的团战 完全就没有 后面都是被泽拉斯单方面的在塔外一直射 而且之后在采访的时候 感觉也是验证我们之前的猜想 就是确实是想针对对方打野 然后觉得这场的效果的话也还是不错 拿了一个盲僧之后 其实发挥也是非常不错 前期的节奏包括他回旋踢 踢到对方的ADC 都是打出了拿盲僧应该打出的效果 这场果然是采用一模一样的策略 M3方依旧是ban掉了努努跟皇子 那在Snake这边则是ban掉了位飞机 然后再把飞机给ban了 然后再加上了泽拉斯 直接ban了对方两个carry 我也上一场用的英雄 也是蛮彻底的 就你想要维持刚刚那样的节奏 我偏不让你维持 打乱对方的节奏 对 蛮不错的一个教练 那干脆这场两边就开始量中单英雄池了 像之前采访的时候Snake 我觉得大概也是蛮谦虚的 虽然说他们上单的AD发挥出错 但是也有中单他稳定发挥的一个功劳 但他说自己觉得自己的问题就是英雄池太浅 但我觉得可能是团队需要让他用 因为banlist不会留给他 现在有泽拉斯和沙皇不选的话 他可能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用其他英雄 Snake很犹豫 因为小法师在 小法师这一场可以说是从昨天到今天第一场 没有人ban他 但是他又不想说把那儿放给对方 因为上一场就已经有点吃到这个亏了 李桑卓 优秀的选择依旧是放出来满街跑的妖魔鬼怪之一 然后还有小法师 从昨天到今天 就除了一场看到小法师之外 就是常常都b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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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来到今天的第四局赛事 小法师终于放了出来 不过在前面的强英雄上面来说 那还是选择的两个经常被ban的常客 分别是在第二第三名嘛 除了第一名因为之前版本的挖掘机之外的第二第三名 不过最后是 最后选择换掉了这个英雄 没有拿两个可中可上的英雄 复仇之矛登场 在snaker的crystal前面使出了副仇之帽 那么 这个卡塔丁对方已经亮了一下了 那么你不拿的话对方还是有可能会拿的 有这个意图 所以M3有这个意图所以这个时候snaker要慎重考虑 我是否我觉得这个盲森已经是要确定了 不想再放给对面了 这个团战回旋梯对他们AD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打击 拿下了卡塔丁 而且必定是中路 大家得此时大喝一声 杰该出来了吗 那么这场的话林梦使用最多的位也被搬了 然后皇子 Nunu 王僧都不在了 他是不是会反拿对方刚才拿的那个呢 这种 但是挖手机感觉又是比较偏刷一点 或者反野型的英雄 对于他们来说要带动前击节奏的话 不知道他会做一个什么选择 主要是配合Gank很强硬杀型的打野现在都不在 能够有开战性能的只剩一只狮子狗 然后这时候N3也选下了狮子狗 因为Gank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如果中单要在这个刺客各个被削的版本下 还要拿刺客的话 因为看到卡塔丁嘛 就是可能确实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他对卡塔丁的克制力还蛮强大 但是有足够的配合吗 有足够的配合吗 有机会发挥吗 在他的攻速被大幅削弱以后 单代变弱的状况下 你必须要能够发挥出前中期 真的要能够杀到 才有选这个角色的架子 而且M3果然是一战到底 他们是放弃了有疯女 自己拿了复若之毛的情况下 放弃了疯女这个选择 是拿到了一个女坦 现在就是权力进攻 权权力冲击了 权力进攻的一个打法 突击的阵型 对 以进攻为防守 点上面来说的话 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强控制 因为两个很优秀的法师 已经被变掉了的状况下 对方又是一个卡塔丁 权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到了大后期就是 会变成一个被道具克制的英雄 所有英雄联盟的英雄里面 他最明显的 比较偏向于 水瓶跟金人都会被变 好 预测成功 真的选了一个阶 因为是大帝 因为这两个英雄都被搬了 大帝不是很难猜 来 真的选了一个权 对上卡塔丁的克制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 全突击阵型 确实是相当符合 主题的一个选法 而且权秒AD来说 应该说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 因为最后又不是女警 最后是德莱文 德莱文确实 缺乏位移技能的状况下 他只能够把权 稍微弹飞一下 但到了大后期 权就要完蛋 所以这一场 M3的进攻节奏 进攻压力非常大 来看一下 十个选手跟英雄们 很像哥德纳尔 对战的是 Loopers的利桑卓 打野上是 盲松对阵狮子狗 那么Face的盲松 应该说使用速度 并不是很多 看到他这场的发挥了 巴凯依旧是法师 虽然是一个刺杀型的法师 卡萨丁 打野上的是 阿队的杰 然后是 格莱文又上场了 而且这场绝对是 暴力对局啊 格莱文对阵 对战复仇之矛 对战复仇之矛的时候 就会看到 Crystal是用 更暴力型的 要在线上 把你压垮了 德莱文 最后辅助的部分 搭配的是 疯女 LoveZD 上一场拿到MVP的LoveZD 这是使用女坛 这一场比赛 M3跟Snake之间的第二场对决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进入到比赛中 蓝色军团方 Snake对阵红色军团方的M3 M3已经是1比0战时领先的一个局面了 是的 这场不管是对阵Snake还是对于M3都是非常重要的 Snake是否能保持自己的不败战绩 而M3是否又能成为一个在BOR当中击败Snake的队伍 有没有办法扳倒Snake这个时候挑战成功了 对M3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谷 哎呀 Loper在一击的时候撞上了圣香哥的那儿 被点再被点 而且是往后面走 所以你没有进塔 又要再被被减速到 被交闪现 再打一下 最后一下 大不死 阿松了 这边也是勾引成功了 因为前期大家技能都有限 能够算到那个伤害 所以最后一下平衡 我觉得急了点 对 看起来真的是急了一点 你看到Loper这边也是不急不忙的 就把那个闪现捏到你顶塔的之后 我再交 顶塔就是引诱到极限 然后复兽之矛跟着来到了上路的草丛里面 这个是打算了 好像又是要碰到了 要打对线了 这次没有像上次一样 稍微急了一秒钟之后 可是 哦好辅助不在 那么是一打一 可是一打一 那是一打一的话 你有比较强吗 好利用那个草丛又是白A了一下 不是你有比较强吗 我是不觉得 德莱文转刀的时候 感觉就比你强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白A 白A一下有赚就好 因为毕竟 说真的 复仇之矛一级的战斗力是没有很强的 他辅助也不在身边 所以他没有办法触发双人被动 而且他不一定有点那个技能 他一级的时候 那个他肯定是点QG射矛 那你射矛 然后又没有办法去爆那个矛的伤害 然后一级的复仇之矛有点问题 这波对上线了之后 德莱恩果然是线上打得非常凶 对 石头已经到下路捆住了 我知道这个NAR没有闪现了 丸子啦 这波要连续两次被击杀 我开始还在想这个闪现交了之后 会不会就出现这种局面 结果来的也太快了 真的 这边打野的反应也是很快 我觉得是很聪明 然后打得就是因为 仗着巴卡这里卡萨丁的被动 并 哦呦 这个闪现交的果断 不交要死 W交过 交卡萨丁跟Q跟点燃 然后就死了 你再交都没有用 上路被凶了一整波 中路的地方是一波凶 凶掉了自己的闪现 打野就是仗着 因为卡萨丁的被动 是完全不减雾伤的 他减磨伤 所以在硬点卡萨丁上面来讲 是相当有优势 但刚才那波 其实他们这边兵线蛮多的 两极的话 如果对面顶着兵线过来 还是打得蛮残的 为了保险期间 这个闪现 还是交的比较早 彼得做一个野区的入侵 一开始就打得这么激烈 刚开局不过是三分钟的地方 纷纷交闪 还打出两个几下 我觉得那换到下的时候 应该没有想到 对面会这么快来 那第一波 送掉的那一波 就直接导致M3瞬间的换 被滚了一下雪球 这么一来 这个立桑卓的 但是上路的压制 也是做得非常足了 已经 这个已经是 立桑卓已经是顺风顺水 可以过上一个富二代人生 没止到 而且反而是 女坦这边被耗了一股血 现在双人路的话是 持续的被压制 一直在被推线推到塔下 这个Crystal还是展现出他手拿 德莱文的时候的牙齿里 扣掉的压线 这手之毛 有点无计可施的味道 只能不塔下刀 就看看在对方推塔 推到塔下的时候 能不能找一波机会 就是再把血量耗回去一点 抓了德莱文要去接刀的瞬间 给了他两号 但是这一波 似乎有一点点 还是能耗一下风女的血 毕竟女坦应该说是 德莱文 算是不太打的动能英雄 如果换个其他辅助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更没有办法对 在这边阴着 看大戴会不会又冲动上来一波 已经没有闪现的状况下 大戴稳着打 要往河道走的话 看一下茫僧这边 是去了F4 如果往河道走 应该会被那个脸给看的 还是有隐藏住自己的行踪 塔下被丢了一幅 这个是接刀的时候 因为接刀印记的关系 是给了Kendy这边 有机会能够在 他接刀的瞬间 对于他伤害 但是塔下的兵过多的状况下 可能也很难丢到 嗯 一直被对方推荐的话 总会漏那么一点 嗯 这边刷路是选择了回城了 诶 现在公认的比较好的配装 可能还是这样配 对 嗯 因为增加一些推线能力 芒僧 暴露在眼睛的视野下 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边没有闪现的话 肯定也是打的比较的稳的 等闪现回来 那芒僧的位置 应该也是被感觉到了 好 这两个人已经在 在这边蹲这个芒僧了吗 可惜这个草松没有视野 对 缺视野 这时候还不知道芒僧已经靠到这个位置 芒僧也是相对的有耐心 这时候是打算要来塔下了吗 刚好是林梦分开了 往右边走 但你感觉到这波 想去月塔还是不太 可能 毕竟 女坦在啊 对没有女坦 对 女坦在月塔 扛塔那个人马上被女坦敲晕 然后再指一下 然后就被她打死了 打队 往下方移动 被眼睛给看见 这个下方移动是 打算 他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吧 可是你的纳尔已经是被 硬上过 自己送了一次 然后再被硬上过一次 这边是纳尔血量被打残了 那么杰肯定是要说 他这个头的看见了 交了闪现 逼出一个闪现 那杰这边的话是没有闪现 应该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不要啊 出了影子以后给大招 然后硬上拉不去 但是 有路可以走 跳回影子 直接钉塔回去 两下塔 卡扎丁正在往过里赶 卡扎丁的磨量是足够支撑的 可以一直飞 男生回程的时间 很快 回掉了 这一波是 虽然扛的有一点危险 险象还生 但是依旧是给打给 成功拿下人头 而且还安全回家 那如果对方没有那么快 支援过来 把他这个人头给收掉 所以 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还省了个闪现 把这个人头给拿掉 真的是有点硬上 这边 纳尔这场是真的被真的有点惨 这第一波一击团的冲动 导致现在被无限归雪球 哦 狮子狗开启大招 要到后面 这是有点硬上的 但是上面的 滑板鞋已经跟得过来 被对方闪现给躲掉 但是这个塔是能拿掉 算是掩护队友拿塔 圣翔哥来到上路 有时候要拦腰打进去吗 但是没有变身 没有变身 他的怒气差 随远 两手传过来 以后风女一吹一吹了三个 还不错 结衣也赶到上路 纳尔能够拉掉 已经不坏了 卡扎丁应该没有机会出手 他这个时候伤害也不够高啊 这波风女的吹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边 那你再一次出技能 卡扎丁就有一个减速的 丹尼三拙 冰到了卡扎丁 不过盲森一嘴 只要救死胡桑 哎 盲森是把人给踢走了 但是还要跟上去继续追嘛 收到两个头double kill 这两个在塔下回城的人 感觉也是有点危险啊 是 风女先去顶下塔 给自己一个盾 但是可以运在塔下 可是扛塔的是风女 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伤害分配 Snake 啊 但是Beast依旧是倒在塔的攻击下 不过一换二已经可以了 一波是Snake的一波的反打 也止住了M3 看起来止不住的潮水般的攻势 第一波M3想去进攻的时候 被女坛指过去被风女给吹走了 嗯 所以是被化解了攻势 之后自己撤退的时候 又有点犹豫吧 被对方的支援感到 这个角度抓得不错 但是招式空了以后 是被巴卡黏了上来 打了一套 不得不交大招 把巴卡停下来 但是交完大招之后 自己的状态已经非常差了 没什么机会反打 一项多的技能也就这样 而且他又是个上单 身上是不会有点燃的 卡萨丁已经受了三个人头了 好战啊 呼吸被大队凶的阴影扫而空 嗯 然后 那个上单的身上车也是赚了三个助攻 然后补回了一些经济 他刚才被强杀那个真的是很无奈 因为他一击就烈尸 然后烈尸以后 对上法师的立场的时候 必须要出隐魔 然后出了隐魔以后 挡不住杰的普攻 杰的伤害对他来说就非常的大 这波是想障碍下这个比较非的卡萨丁 卡萨丁顺了一下 再指一下 知道了没有问题 出了一个大招 卡萨丁没有办法再顺第二下 冷却还在冷却 而且杰还预先布下了一个影子 在他有可能会R过去的位置上 知道 不给你任何一丝的空间逃脱 这波女坦的先手是非常的漂亮 反正是给的很果断而且精彩 上来的一个连环控制 纸帮队友拿到了一个新鲜的终结 刚把人头跌上去 马上就被shut down 那么因为虽然杀掉了中灯 但是这边没有什么优势 而且AD在上路的关系 并没有直接拿龙 snake看穿了 他没有碰龙的意图 反而是主动开启的小龙 那么看一下 以龙会不会能交换到人头 就会网住 网住了以后 立上桌跟上来 但是一个巨大型态的纳尔 记得立上桌又没有大 还差一点点才转好 是吧 小龙拱手相送 这里找不到机会 因为几个大招也出过了 对德莱文没有任何的威胁 AD的数字还不够高 他也没有办法光靠着影子 就是WEQ的Poke来伤害德莱文 反而被德莱文追着脸一直砍脸 好痛 德莱文一一打二 把对方两个人都打成残血 因为他出的装备也是比较暴力的 其将说散回了大招 硬大了纳尔一套 但是没有进到塔下去打这一波 不知道附近到底有没有人 这个隐魔刀也是为他去挡了一些伤害 女坦再度出打上去的杰立克被风女给吹掉 再被接了一个龙卷风 好这个时候是复仇之猫投掷出了 女坦连上德莱文 有机会将德莱文给击杀 复仇之猫一步一驱 再连上去再爆一下 好这个回向的刀是不会回来了 因为德莱文已经倒地 虽然说是交了非常多的技能 但是为了杀对面这个德莱文 感觉也是比较值得 什么都愿意给 是 因为这波暂时还打不起来嘛 所以这些技能交了 还是能够在下一波团战的时候 冷却好 等一下吧 德莱文给打掉以后 因为卡扎丁在上路收兵 下路纳尔状态不好的关系 是必须要强迫芒僧 出来线上顶住这副兵 反正自己的状态也很差 老实说刚才那个是蛮勉强 好处是借由刚才的强杀杰 似乎凑到了足够的钱 把破败给做好了 下一波的杰的大招一波 会更重的伤害 这波的话 弗洛之猫也是拿出了自己的飓风了 在对方开始用道具反制杰之前 能够拿多少优势 就一定要强力拿下来 反正也是都不省 什么都不省 闪现也不省 该省的都不省 因为潜中气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说交一个技能能够保证击杀 或者是保证自己不死的话 确实是比较重要 对他们来说进攻比远比保命还来的重要 只要能够打出进攻性就是 这场就会有机会 但现在中塔推不下来 是有点棘手 而且德莱文的状态很好 立桑卓也不敢跟他对抗 是的 我觉得立桑卓 不要再尝试用大招去杀纳尔了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 说不定随时会打起来的时候 大纳尔的话 纳尔有隐魔刀 套技能的话并不能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对 希望能够留在手上 然后在团打团的时候进来的卡扎丁或者是德莱文 等等的随时支援一下队友 都是很强力 不要在线上拿来做单杀 而且还不是真的单杀 是单杀的尝试 因为他们下楼塔也推掉了 如果说是把对面打残推这个塔 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现在外塔的话上下楼都已经拿了 就没这个必要了 如果你是把对方中路的对吧 撑线在那边给大走的话 我觉得制造一个退塔机会还可以 是的 女塔现在又是有大招的 然后 狮子这边也有大 副手之矛也有 副手之矛跟女塔的配合 就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控制链 M3现在是两个人去分带兵线 之后等到对方有人去守线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开始找一波机会呢 杰的分带已经被削了 黑里丧猪这个埋伏的地方 被放了个眼 杰也想要埋伏一下 那是个纳尔 虽然他的物况不是很多 但起码有双忍者鞋而且还是巨大形态 他应该是在等 那回程之后再 再带 再把兵线带过去 十四狗也前来 他是有大招的 哎呀 这边被幽灵给看到了 幽灵也 在对方强势的时候 我们前面一场比赛的时候 有谈过说就在早期做进攻的时候 会去惩戒F4 对来扫掉眼睛 增加对方的压力或gank的成功率 那到了自己劣势的时候 通常就是惩战了 确实也看到 有一定的效果 效果很不错 卡拉丁依旧能够维持住中路的兵线跟塔不倒 这就够了 回程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啊 真的回程的话真的会掉 不回程还不会掉 他们一直是在保持这种 上下路都 有人分带的情况 给对方一些兵线上的压力 复仇之矛的技能频率高 所以让卡拉丁可以反复的散打一 蜘蛛猫有去封的话 一个人守这个中塔 问题也不大 推先最快的ADC 提前一分钟 Snake 非常有团队纪律性的 提前一分钟来到小龙去做视野的准备 很难因为在做分带的关系 这一步是比对方来的慢 但是劫此时也必须要回来 来回一趟 他应该也是很久没出 残暴了 连鞋都没有 残暴 鞋子 戴上残暴鞋子 再戴上这么多眼 应该还是要继续去戴了 应该看起来从这个走向的话 有可能还是 是帮队友来争小龙去的视野 先小龙 然后顺便下路的兵线也可以带过去 刚才是利桑卓带嘛 现在利桑卓有传送 可以换一路 刚才杰出现在上路 他们两个有传送的情况下 平均还是反过来比较好 就利桑卓去往中上走 对效果会比 就 比他们刚才那种走法来的好 因为传送的关系 小龙10秒钟 感觉 那个 SNAKE的视野是被排了 先把荷蟹打掉 然后 先 就小龙即将要爆发团战的话 荷蟹当然是效果非常强 非常非常强 那个对走位提供的加速 可以让你的所有的 Carrie点都是迅速的 前进或后退都很棒 我觉得效果很强 这一场来说的话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 定点炮胎法式 就你有个 哲拉斯啊那种类型的 你有这个加速 你会快乐的不得了 这边SNAKE的选择是 既然你们把视野已经做了 我们就先往中路推 典型的 这边视野已经争夺不够了 是的 那就只能把兵线推进去 这个是有效的 因为你看到 杰只敢稍微扫一下 兵立刻就往回赶 那中塔也许要掉 但是我不愿意 太大了 这样看杰的大招 以后后面上来 四个苦能卡拉丁一下 杰这个时候 荒芒赶来 第三招大到了 是卡拉丁的 卡拉丁跳过墙以后 杰上去 哦 杰是大给了 德莱文 虽然说他们一开始 阵容没有连上 哎这边继续追击看 这个纳尔还是被击杀了 一不一去的花瓣仙 虽然说开始开团有点勉强 就是 不太跟得上 但最后伤害还是足够了 像狮子狗 最后也是补上一些伤害 配合杰 把德莱文给秒掉 这边也是 打腿真的是打得很拼的 就是他全技能全焦 硬是要跳上去 嗯 但是有奏效 这波虽然他们技能 衔接没有特别紧凑 但是他们的击火目标 是一致的 因为他的 杰的装备相当超越 杰的装备相当超越的 在这个点上面 三杠一杠二的 有一把破败 然后再加一把残暴 装备确实好 所以他要 这个时候要做强力击杀的话 很难跟他 哎这边杰半学 还没走 跳影子回到塔下 卡拉丁切进来 月塔的一个强杀 啊上面的冰力进来 能留住几个 可以 首先拿到了盲僧人头 但是纳尔的传送 也跟天下 可是纳尔完全没有度 防板鞋从侧边进来 风女应该是再见了 被买单了以后呢 德莱文从远处支援 一个大招 感觉不够 女坦敲晕一下 纳尔看起来也逃不掉了 再一步 啊魔鬼的步伐 也是再度的击杀 而且德莱文冲了进来 这真的是 义无反顾啊 德莱文 又被敲晕了 那结果是 天啊 是水饺三杀 送水饺的一个三杀 合强 有事也 再捆一下 巴卡走不掉 巴卡走不掉 这个时候绕一整圈过来 你要念八秒钟 是绝对来不及的 再捆一下 巴卡难道要买单了吗 交了一个 啊过墙以后 哎呀好辛苦啊 这个时候狮子狗又绕回来 但是传送八秒是绝对 哇 糟糕了 这时候 冰力也是一点都不省 路可算是我最近看到相当大方 就是给 技能给的相当大方的一个选手 不管传送还是大招什么的都是 嘿我就给 反正有击杀 呵呵 他传到下路那波的话 我还以为他有他 他有大招 对的 结果还好是 这边复若之毛也过来的非常快 巴卡的想法也是已经不错了 我就隔着墙来回的耍弄你了 但是 终究还是被其他队友之人赶上了以后 找到了击杀 但这一波 Snake送掉相当多的东西 尤其是在 小龙去蓝buff那一套通道上面 竟然被斩获三个人头 这波是有点伤的 而且复仇之毛就此起飞 六个头收入囊中 带来文的话现在面对对方这种全突进 而且所有的输出都是 激活 做好了激活他的准备 好像确实也有点难以逃生 就是选不到沙皇 痛苦万分 这个时候如果除了疯女之外 还有个沙皇的话 是把黑暴力 现在是因为切坦切不动 逆风要出攻击装备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把他的水银做出来 还摆脱不了杰的攻击 而中路的 哇哦 这个时候是要硬上 只是想救一下自己的风女 这个救也是已经救得很有意气了 是有什么办法呢 复仇之毛一个人上线 把兵给一扫而空 看有没有人会来抓他 怎么可能 Snake这种状态下 你还跟我说要来抓他 呃上来还是 南向主义是一探了一下 你打大龙的话就有可能被抓 但你打兵的话 他肯定是不抓你 大龙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而且你有可能因为大龙血量变低 所以M3做的决定是 M3做的决定是好崇退 特朗文很努力的想要 弄出一点钱来 弄出一点装备来 Kendy这一场是意气风发 711的一个KDA 特朗文的话虽然说前期在线上压制做的是比较不错 但是打团战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 可能是 相对来说的话 前提這邊可能是因為搭配的輔助是女坦的關係吧 感覺她復活之矛的大招的運用挺好的 嗯 呃 女坦下復活之矛也是現在 對 但是之前來講的話比較多的搭配 像比方說Snake她比較多的搭配都是蜂女 那蜂女來說的話你不太可能把蜂女 砸出去砸敵人就比較少 你比較少會這樣做 除非你確保蜂女能夠把對方吹回來 除非你比較少會這樣做 因為畢竟蜂女不是一個硬的英雄 然後拿她去冒這個風險不太好 對 拿來救人 但女坦的話就更進攻一點 對 那所以看起來的話就會給一種感覺 就Candy的復活之矛的大招運用上面是比較積極進攻的 那也是因為搭配的關係 像之前有看過搭布隆 就是也是把布隆給陣子 這個時候是打起了大龍 再一次嘗試一下加快比賽的節奏 M3想把比賽結束在中期 所以儘快的就開始嘗試 不斷的嘗試打大龍 在德萊文遇到水雲之前 這一個比賽的優勢都完完全全在M3放 那德萊文這邊大招也沒過去 應該也是 就不想嘗試了 因為那個嘗試來講的話 你等一下打團 因為現在落後 所以你還是很容易差一點傷害打不死對方 大招可能還是要扣 雷桑竹 為了守這個中塔的話也是直接傳過來了 就說Luper是最大方 撒招是撒的最大方的選手 反正我就叫 他等一下就轉好 對吧 早用早CD嘛 這句話 我一場可以用6尺 你一場只能用4尺 我賺 當然以他們的現在的進攻步調 還是有點放緩 我就分帶沒有打錯了 但是由于他们是优势方 所以对方劣势 我们说防御装备成型比较慢 所以说还是能够维持一下这个优势期的 特别是AD上 他们的中单已经开始做了中压了 那么输出上肯定要由AD来辅助 如果AD再出水银的话 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输出不足的现象 把对面都打残血 所以说因为他们落后很多伤害很容易差一点 他不赶快继续补他的攻击装备的话 等一下肯定打不赢盘战 所以这个时候是没办法出水银的 并不是说水银可以克制结尾 以后不快出 目前是没办法 这个都可以理解 出不了 结了一个分带 结了一个分带 这场那个对他来说毫无威胁 好痛 结了装备果然相当的领先 这个时候直接打了芒生 砍了他一刀破败 这时候可以暴死 还是死了 补上一个平A之后 就成功的暴死 相当轻易的感觉 又抓到了 又抓到了 这边做事业的疯女 立场主直接给打 果然够大方 补复真的很命苦 带投资出女坦 然后敲一下德莱文 还叫闪现能够回到塔内 这时候纳尔上来 一个拍云拍了三人 巴卡的伤害够吗 德莱文这波大招还是打出了不少的伤害了 但是又被拍云了 这一下是没有闪现了 刚才那波闪现 一定是躲过一阶了 而且是 再也没有闪现以后 还被打出了一个双杀卡拉丁上来 想要收一下 还必须要交出闪现 来躲过女坦一指 死死 大家得说 分带 对分带 我看他速度攻速差蛮多的 跟以前比起来 完全可以看到 他已经有破败了 是一件非常大的攻速装备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他砍塔的速度相当 比起之前来说相当的满 有点可怕 如果自贸在这边被蓝惩戒一下 给了个减速 这波是想追吗 但是姐已经是从下路赶到中路来了 这不太现实啊 你的巴卡上来就是半秒 主要这三个人输出也不是特别 对 这时候再拖红 还有贪心的藏你一个红 强走了 同时也 啊被看到了 被眼睛看到了 还好他没有想要蹲 他想蹲的话可能会 跟着好远 然后结束了一个大 其实踢到了 但是队友 啊随便没过墙 随便没过墙 再次Q到 这次直接是盲送一波单杀 我觉得杰应该也是大意了一点 职业选手 青铜时刻 米勒的那个top10里面不只有减吗 欢乐时刻 这波杰的被盲送的一波单杀 也是让自己的龙直接葬送了 一个15 也是稍微贪了一下 然后又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之中 然后再加上一个操作 你拿我的红buff 我不再把红buff拿回来 我还多带一条龙 进攻稍微受挫 而且二塔只带掉一个下塔 这边他的进攻节奏 还得要再加快一点啊 他一开始应该是觉得 对面队友跟不上了 我这波肯定不可能死了 走位上有点钓鱼清新了 那一下闪现没过 也是出乎意料 他闪现过的话 芒森就没有机会杀他 那芒森的反应也很好 刚才还是要夸beast 他的反应也很好 因为他那一下被打了以后 立刻把杰给踢开也是免死 因为杰前面为了逃命 已经把影子交掉了 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影子回他身边 把输出打出来 那一脚要是不踢的话 杰是会瞬间把他暴露 但是这波的话应该说是 让snake拿掉一条小龙 继续拖了一点时间 但是M3的优势还是非常大 因为装备上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从中路和下路 AD这边的装备真的看得出来 因为输出上应该是差了一大截 现在这个时间点 M3仍然是有将近一万的经济领先 优势还是有的 但是如何取下中上路两座塔 这个分带的功夫 可能M3 现在没有能够好好的打出来 那还是会让杰去分带 因为对方单个人的话 只要他不像刚才那样 是残血或者是有点浪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威胁 就来个人他可能能够单杀 仍然在全力狂冲攻击装备的Crystal 好 立桑卓也去带上路了 这个是肯定要稍微顶住卡塔丁的推进 下路做分带的话 中路这三个人就完全是不让你在野区不视野 你只要一有人出现在野区不视野 就直接各种先手上来招呼你 像刚才疯女 现在视野是已经完全强行占领了 对 没有一点的空隙 你就最多只能插这个草丛了 然后这个草丛也被反掉的时候你就很痛苦 因为你要再补插很容易被杀 虞坦也能牵手 实在不行 复若之马大招也能把虞坦给丢出去 感觉你在野区有一万种死法 卡塔丁是最适合上来挡结分带的人 因为他有惊人 他不怕被杰一套秒 但仅仅也只能说是在对方快推到高地的时候过来清一下兵线 并不能说对杰造了什么威胁 杰已经把兵线带到下路高地了 那雷桑卓同时也在奔戴上路 估计要转上退这个二条吧 大龙也快刷了 现在还有35秒钟 正好上路兵线也过去了 这边视野已经排干净 中路的部分 光是一个复仇之马就能够长期维持兵线压力 但这一波又回家 这一波回家是要准备大龙吗 十几秒感觉对面也不敢打 如果打的话下路直接兵线固直接带到高地了 是的 大龙给你高地给 所以还是非常安全的回去补老婆装备 我是觉得节奏有点快 M3好像不太着急了 但我在旁边看得很急 因为如果再拖下去没有好处 其实这个角色的后期的曲线是就持平的上不却 这波让对面抓了一个时间能够把这个河蟹打掉 那不管怎么样 你如果动这个大龙的话 我是有一定的视野的 那节改由上路来做分带嘛 但是两个人都出了水龙期待 确实容错率也比较高了 是 换成了兵女有传送的去带下路 下路的话是没有二塔 现在大龙的话 你就会把有传送的那个放在最远的那一路上面打 然后是杰在分带 立场球在分带 其他人在大龙处 你这个 动一下对面有河线 坑队友 这个 镖子被白打很 镖镖那一下完全是坑队友 不知道意思是什么 他可能想打了吧 不太确定 但是这个时候 立场卓也回去了 其实他们可以下路再给点压力了 他继续把这波兵线推过去的话 他是有装备要出吗 还是他想利用家用卫士传送 打一波先手 年假刚过有这么想加吗 他已经传了 果然是他想打一波先手 不想是直接打这个 但是大招举大到一个纳尔 纳尔的效果就很有限 得来文到底在哪里 得来文从右下角正要赶来 可是得来文不敢进场 我杰 输出太高了 输出真的实在太高了 每一路的输出装都是领先对手 大概一两个大剑 杰已经整个人打进对方高地里面 快被塔打死了 可以四血 这边人投 来了来了 得来文来了 得来文来了 应该赶得上杰 这个时候是想要送 至少投怎么样 怎么说都不要给得来文 execute 是听到了 时间过了 送到的是泉水 得来文也心知追不上 所以早就已经回头 嗯 但是这波虽然说击杀掉了 对方三个人 但是自己这边也是损失了一定的人 也许又抓到一个人 这边是有视野的 再会 没有想到上来查探敌情的卡达丁率先牺牲了 得来文故障难鸣 对方就算真的给你吃大龙 也不能怎么样 不过事实上N3是没有吃的 回家一波 这三个人在野区确实是遭遇战能力太强了 来看一下刚才那个大怎么发生啊 团怎么发生的 他其实这波大招已经是不太理想了 但他们输出实在是太爆表 而且右下角事实上得来文是很远的地方根本进不来 其实这个时候就直接大在那儿上面 然后是利用影子造成大巨量的团队输出 这时候中路又要开一波团 女坛一个大招甩一下 只有减速到盲森 没有太大效果 这边小龙又是刷新了 刚才女坛大招交过了 定睛一看第二条小龙 这场小龙有点少 应该是不会受到什么阻挠 才拿到了几方的第二条小龙 虽然Beast在大龙处插了一个眼睛 如果当对方真要巩固这区的视野的时候 还是NZ还是可以把你清空的 他过来了 看到了以后也不能怎么样 这是最难受的 取消了一个传送 竞技落后1万1 插了一个眼睛 就没有看到外边的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的位置很刁砖 是 现在团战应该说 每个越来越能打 因为他们就算是纳尔先手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对方每个人都已经有保命中了 好消息 德莱文有一根水银细带 一条 然后 这时候出了水银 可是 其实已经呈现一种 就我大纳尔 纳尔都会死的一个状态 所以 有点难受 他可能不大你了 但是你最好不要被他的E跟Q刮到 对 就团战已经开始可以打AOE了 尤其他大留下三影子之后 然后就会造成非常大面积的一个AOE伤害 这边又开始尝试动龙 逼你过来了 这边狮子是开了大招 想等你过来一个人就先抓一下 是的 但是与此同时 AD顶了太多的龙啊 对对对对 被大龙打了半血去 小龙好像不太能打 打了B跳上来 打了结半血 而且结被逼掉了一个影子 没有影子技能了 回身靠狮子狗 但是好像没能留住 稍微减速一下 但是那人减速减到了 女坦出大招 想要留下对方 不要让对方追击 立张庄也是隔墙的一个W 打得相当的漂亮 这个时候是一波纠缠的反打以后 芒生一脚式去把辅助给踢开 立张庄在场中央用大招 把自己无敌起来 这波好像是 那个要打来过反扑了 这应该是可以反扑成功的 反扑成功的 结被迫出了一个大招 往后跳 能够暴死吗 看起来好像暴不死 果然暴不死 打了我闪心过去 把这个结的人头给收下 复活的时间相对来说 有点长四只秒 选择是大龙 还是二塔呢 大龙二塔 二塔闪了一个点 但没有人要打二塔 是大龙 不受之毛 一看危机已过 对方是去打大龙去了 我要把圣罗兵给清出去 减少一些危机 现在这个大龙的话 snake应该是能够拿掉吧 时间比较久 确实是snake打得不错 本来可以说是很难打的一波藤阵吗 慢慢从后面追上去 但是首先就是 富罗之宝这边已经血量不多 他们是一心想退 没想着打 所以一开始 这边狮子都是被白在打 N3的一个失误 在打大龙的时候算是失误了 狮子狗的想法也没有错 他们是后来已经是发现 不打不行的时候 在决定打 立场球是被逼出大招自己 然后女坦上去卖 但是杰完全不想打 CD牺牲掉了 是圣枪哥闪现上去的 想要硬推一波 然后是逼到了杰用大招 然后再往后跳来躲过这波危机 但后面就躲不过德莱文了 之前的话M3营团 当然都是他们把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彻底 对对 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冲击的这种阵容 如果逃跑的时候 就有点难以招架这个卡萨丁持续的减速 两个carryway在开打前就半写 这个团本来就不能打 只是撤退撤退的又不是很果断 对 他们最后在觉得实在是不能不打的情况下 选择了反打之后 立桑卓进场又被风女吹了一下 不能反打 位置并不好 你就卖比方说你立桑球女坦卖一卖 然后人可以走 可以不用死那么多 怎么说都没办法打 你的carryway被擦一下就死了 两个都半死了 是的 他们就算是狮子被杀掉了 自己在经济有这么优势的情况下 对面也不太敢当他们这么多人直接打大拢 还是有骚扰一下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波反打的话是直接葬送掉的大拢 而且能够让德赖尾收到一些人头 而且经济也缩短 因为大龙给的大量经济的关系 经济也差距 只剩下六千七千左右 这波又是没能非常完美的留到人 为何不是用不守之矛的大招去开呢 前面不是开得很好吗 他大招好像没好 丢过了是吗 上楼那波 没 二条四一有那么长吗 这看起来像刚丢过 你看他转的速度 看起来像刚刚丢过 哪丢的 是不是把女坦远远的拉过来 让他甩大想要开 我没有关系 对方拿了大弯Buff之后 二台也是丢了 而且对方的装备是逐渐开始成型的 而自己这边的话 其实能补的装备 应该也就是一些防御状 进攻上已经成型了 英雄联盟 里面会导致客举的最惨的节 开始过着惨淡的人生 该打谁呢 糟糕 打疯女吗 大盲僧吧 只能这样 因为你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的话 就是要看说 能不能尽量利用刚才提到的 三个影子的Q跟E 去压低德莱文的血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倒不算是真的很惨 我觉得他们关键还是要在 集火德莱文能否做的彻底 对 会不会被风女救下来这个点上 对 因为对方现在虽然是装备成型 但是实际上输出还是集中在德莱文身上 我跟你说卡拉丁要帽子 好可怕 对 Snake现在已经是点燃了反击的战火 希望能够从这一场 从开局就大劣势的一个局面 能够扳回来 Q到了 但是不会上的 这个坦克 小龙又要刷新了 而且之前M3自己有点浪了一波 是让Snake拿到了一条小龙 所以现在马上是要进行第三条 双方都是第三条小龙的争夺了 非常难打的M3 水柏小龙已经开了 而且打的速度算是相对相当的快 德莱文必须要抓一下位置 狮子这边是已经开大招了 竟然被拼工的一个蓝队 小龙已经打掉 那这边变大推了一下 李桑卓 难道李桑卓要不直接秒掉吗 李桑卓开了今生 他还有一个无敌 但是他应该会想要定人吧 但是这边德莱文的输出 好像并没有被阻止 苏苏没有被阻止就算了 卡扎丁又非常灵活 又从上面下来了 女坦上去 不说之毛非常努力的 想要输出 是成功的输出死了 也将德莱文给击倒了 但是这个时候 卡扎丁也被他给击倒 那OK的 变成了一个追击 追了上去 杰从后面是被减速到了 但是交了一个影子跳上前 还是能够将风女给收掉 水柏打得好惨烈 对前面的团战应该说 那个都处理得非常不错 但是M3最后还是 成功的激活死了 这个德莱文 局势瞬间就转变了 伤害的领先 主要是 刚才要称赞的是 Candy 哈娜一无反顾 扑进去的声音 我的天哪 怎么看都觉得十分危险 但他就是硬生生扑进去 然后利用他的范围伤害 把对方两个carry一起收掉 因为他们的输出点 是比对方多了 后半段那个地方 真的是很惊人 因为这前半段看起来 已经是Snake要赢的团战 然后立桑索非常的惨 因为立桑索这边是 直接被秒了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然后大家也是远格的输出 但crystal这个时候 状态依旧非常健康 虽然说是杰过去了 但是杰反而是把自己 给卖掉了有一点 这血量太低了 但是最后那波是把 这个时候crystal还是满的哦 你要来看Candy 交了一个闪现以后 女坦指回来 女坦指到以后 她硬上 然后收掉以后 还有巴卡 再硬上 这波女坦配合杰 还有 复仇之毛的一无反顾 终于是三个人成功 激活死了 这个 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点这种东西 对 我们只能上这个时候 只能铁了头打了 因为走的话 感觉走不掉 他们拿到这个阵容 也就是应该直接打了 甩不开对方的 那地方 把新一横 扼向胆变身 以后 回击反而成功 不然前面看起来是有够惨 像包括上路那波 我觉得就算是他们一开始 在状态不满的情况下 选择打了 最后的结果也 不亚于是最后 他们 像刚才那样 被对方拿到大楼 可能还能换掉员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装备领先很多 可是卡拉丁终于正式上了帽子 感觉他们也是 查队到了自己这个阵容 并不适合逃跑 能进攻啊 进攻压力很大 也出了这么一个抖通 是暴击的抖通 难道最后一把要做无亲 是追求一波秒杀吗 因为这个斗篷除了无尽 就只能出红双刀了 还是非常有可能性的 当然确实这个时候 在堆一些AD的数值 像他刚才团战的前半段的时候 都是远距离的丢丢飞镖而已啊 前半段找不到时间 你下手的时候 只能丢丢飞镖 那当然AD的数值 再堆高一点时 会比较有帮助 这时候稍微有一点 被Snake切断了回中路防守的路线 大龙快刷新了 这波大龙应该是 双方都至关重要了 Snake三龙 再加上风女的关系 跑速非常快 Snake这边率先是 来到大龙的附近 做了一下视野 克里斯托的第二件防装 补上的是腰带 让他的血条看起来密密麻麻 可以让他吵 感觉他对方打的AOE挺多的 对 他单纯的对一方的抗性的话 像立桑主跟杰都不太好 真的 对一下血量 没得被蹭死了 狮子狗开大对方 应该是没有看到了 感叹号 这个时候是看到了 在立桑主在另外一边 想找机会切入 硬呼卡达丁 硬呼卡达丁以后 身上扛了对方 遇到伤害 然后另外立桑主进场之后 直接秒掉了这边的德莱文 这一波团战少了德莱文的输出 感觉那个的话是很难打了 卡达丁的精神结束以后 瞬间倒地 这一波看起来好像是开得还可以 这波Luper的选择非常的不错 但是Luper 他一直在侧边等 他竟然能够一波秒德莱文 德莱文可能也没有想到 这个狮子纯属是上来勾引你的 就是在你人 急火狮子 或者是想往后退的时候 这边立桑主打一个出其不已 那么这应该是一波的事 伸流康塔 原来小兵要来了 可以走了 只剩下一个芒僧的话 感觉兵都不太好清 对面输出这么足 还剩四个人 M3在经历的失误 跟差点被反打的各种直面下 最终是 多了一次尝试 但是还是被女坦定到击杀掉 那没办法了 M3这一场 是拿到了一个2比0Snake Snake也是终于破了自己的不败精神 恭喜 M3 第1000 turtle 这条材何战 这条材是因为 还可以 此官 付责 这 最多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